行政院嚴禮要發放振興五倍券 經濟部長王美花就透露 會對於餐飲業提出加碼 農委會也說希望可以讓農友券 配合五倍券來使用 發揮最大功效 也說額度會比去年的價格 還要高 數字也會很激勵 一起破冰 展現 破除疫情陰霾的氣勢 經濟部長王美花二十四號出席 一場傳統市場數位化 發展的活動 特別強調 疫情影響民生經濟 為了振興經濟 政府將發行數位及 紙本的五倍券 據瞭解 數位券能夠線上支付 經濟部還將推出數位加碼 綁定信用卡 行動支付 或電子票證 並且對餐飲業提出加碼 這次的數位的部分 我們會在去年的基礎上去加強 我們確實會針對經濟部 管轄的受到疫情最大影響的餐飲 包括糕餅也包括夜市攤商等等 我們會有一些加碼的措施 除了推出五倍券 各部會也將加碼推出各種券類 像是農委會預計推出農油券 農委會表示 這次的金額會比去年的兩百五十元高 至少會發出兩百萬張 並且透露數字相當吉祥 希望能用在農會等地點 活絡農村經濟 我們的想法當然就是希望 能夠再加農油券這樣 然後讓我們的那個農漁產品 照顧農業這一方面的 能夠有一個更好的一個成績 因為農漁會本身就有所謂的直銷 或是休閒旅遊區 這一方面的都能夠去消費 農委會指出 全台可以使用農油券的據點 約有兩千七百個 除了各地農會 還有一些特色農村及社區 農油券可以單獨使用 也能與五杯券合併使用 部分業者也會再加碼 共襄盛舉 記得陳嘉欣 謝正寧 台北報導